台中市行大征4隊查獲了29歲的苦姓祖賢 透過了微信來販售毒品咖啡包還有K他命 警方經過了好幾個月的跟肩搜證 發現嫌犯們為了躲避警方查棄 跑到了烏日一處隱密的倉庫 作為毒品的分裝廠 全彩自動化的精準分裝 祖賢接貨訂單之後 會通知旗下的車手前往送貨 運送每包毒品可以獲取100元到300元不等的酬勞 我不會動 霹靂小組員警查棄販毒據點 趁嫌犯從倉庫出來時立刻上警壓制 另一瓶警力正是趁勢衝進屋內進行攻堅 來來來 一百九八 不歸嗎 不歸嗎 對嗎 綽號苦瓜的29歲苦姓祖賢 偷微信販售毒品咖啡包及K他命 警方經過數月跟尖搜證後 掌握該販毒集團 看上烏日一處隱密倉庫 作為毒品分裝廠 見實際成熟前往歹人 據了解該犯嫌使用自動化分裝器材 進行毒品咖啡包的分裝 除透過自動化的控制 可以精準控制每包分裝的重量 另外也有查扣手動封摸機 警方破獲毒品分裝廠一共逮捕三名嫌犯 發現他們為了躲避警方查棄 接獲訂單後 以每包毒品100至300元不等的報酬 通知旗下的車手前往取貨送貨 不料運送過程全被警方掌握 訊號被立檢數依販毒罪嫌起訴 接著傳媒商城市捷 台中探訪到 機掌握 機abel 機掌握 機放